基本上整體樂壇的歌手也可以踏入TVB的舞台 人人都可以去,辦儀館也有開門 不是人人都想去辦儀館,你去任何人都可以來光顧 娛樂半世紀,經典又貼地 好,這個就講曾志偉的,因為有一個新聞就這樣說 他說曾志偉比喻TVB的中門大開 志偉就說只要別人肯上來,我們就一定讓他上來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市場觸覺,但我讀完這宗新聞,我就自然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為什麼說他沒有這個市場觸覺呢? 曾志偉這篇報道這樣說,他說和樂壇有什麼關係呢? 相信大家也是打過黑人問號 但是自從他在TVB回巢之後,一直對音樂的節目都很重視 先是跟唱片公司破冰 然後樂重資源推星夢傳奇 改革了勁歌金曲提拔本地的音樂開演奏廳 其實這些很多都是沒有香港市民看的 林林種種的音樂節目都出自他上任之後 原來背後有一種革命思維在曾志偉的腦裡浮現 我還沒讀他另一的報道 讀了一段 首先就是 為什麼無線找他回來呢? 事實上他在娛樂圈的人物網絡是說的 比如賀禮傳那些 他找他回來,因為賀禮傳和四大唱片公司的關係好 如果你說幫他做事,或者跟他關係好 又可以幫他做到事 第一時間找曾志偉 因為他在娛樂圈認識朋友多 他第一時間找了要破冰 就要找賀禮傳 好過踢走賀禮圖 加上何禮圖和他的老婆余詠山都是他的仇家 之前都是令到他很激氣地離開TVB 你說曾志偉 我看他現在的高層都可能連身幾百萬 我還沒計算花紅 我不知道有沒有花紅 但問題是 這些錢對他來說不算很多 但他是為一口氣 你那個余詠山之前把我擊走 我現在回來先把你兩夫婦踢走 第一為一口氣 可以爭光 因為因為他而可以搞起TVB的話 其實也可以流名清史 但問題是他自己的理想法 理想法是這麼做 但現實又是怎樣呢 我待會繼續說一下他 究竟他到這個地步 做management 做管理做成怎樣呢 當然我覺得他缺乏市場觸覺 我慢慢會繼續說 好了 他說這個報道 他說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我又不是歌手和音樂拉不邊 但是我自己一直覺得音樂就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我們以前 他經常都說以前 以前拍電影大部分演員都是歌手 我們出外的人除了認識我們的電影 TVB之外就是唱歌 很多人學廣東話 因為廣東歌的 你說廣東歌的力量是多大呢 記者就說曾志偉重視這個音樂 無非就是廣東歌 其實是華人地區 確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他以香港歌手為傲 眼見現今的香港樂壇 比起以前的確失色不少 所以他回巢TVB之後的決心就是要為音樂打出一條新出爐 他自己承認了 以前就是因為 去到世界各地 知道香港電影 而香港電影裏面很多演員都是有份唱歌的 有哪些歌手呢 有早期的八幾年的林子祥 葉善文也有很多電影的 崩妹之類的 還有這些林憶蓮的歌手 還有毛艷芳、張國榮 中鎮圖 你說譚詠麟有小電影 還有誰呢 歌手 陳百強那些 都是說八十年代的 OK 那之後你說鄭玉玲那些 不得歌手 你聽聽菇姐唱歌就知道了 這些不是歌手 張堅挺表姐系列那些 周星馳也不是歌手 成龍也不是歌手 雖然唱過敏別 和何鶴內保子的歌手也不是歌手 他只是這樣說的 廣東歌 廣東歌是很多人唱的 譬如徐小鳳那些 東南亞全球華人 廣東歌是有他存在的實力 但是現在多了很多選擇 很多人看韓劇 聽K-pop music 他自己對這方面 好像不是太過了解 其實觀眾已經多了很多選擇 今時今日 他自己就想著回巢 希望再提拔一些歌手出來 所以好像搞聲夢 勁歌 演奏廳 我覺得他在這裏就已經看不到 現在究竟樂壇在發展什麼的方向 為什麼呢 是人拿著麥克風 開過Youtube 不用錢 你自己在電腦前面 你下載那個Youtube 你對著銀幕 你自己就可以做歌手了 我用不著你捧 這個是一樣東西 我稍後再繼續說一下 他說重返TVB做音樂 做好音樂節目 除了因為這個廣東歌的傳承之外 曾山也覺得TVB是虧欠了樂壇 他先認衰 他首先認衰 現在扮欠虛 他說回來TVB做好音樂 就是我自己一樣很想做的東西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破冰 把門口打開 因為我覺得樂壇走下坡 TVB一定有責任 就是因為很多歌手上不了來 打不了歌 又或者上來不是他想做的東西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這個門口 打開之餘就是 做很多不同的節目 例如好像勁歌 演鬥廳 聲夢 都是由一個重頭的東西來的 現在慢慢就會有更多不同的歌手上來唱主題曲 總之就是中門大開 搞好樂壇 這個就是我自己最想做的東西 我覺得他缺乏這個市場觸覺 如果你說他以前的歌手 你跟Shirley Kwan這麼朋友 關係密切到被人傳你 是他兒子的老爸 這麼多年 曾志偉 你找關淑儀吧 麻煩 是不是 他願不願意上來 你靠你的壓力 你成了這麼多年 死貓 哈哈哈哈 死了很多我 是不是 人家很喜歡 但是他 Shirley Kwan 不知道去年還是前年 幫ViuTV和黃耀明 唱一個 分內情的主題曲 當時 我聽到這個聲 好像很熟 馬上看到字幕 究竟是誰唱的 原來是關淑儀 即是說他不是不唱歌的 喂如果你 這個 Mercie Lee Meiling 如果你真的找人唱歌 我不知道 關淑儀他自己 就沒有 上大陸做任何節目 他曾經好像就說 我只是不唱了 很激氣 他說他唱片公司的一些人 幫他宣傳 你知道他 不容易頂 是不是 即是 很難 很難相處 哈哈哈 關淑儀大哥 是不是 但是你跟他的交情 寫了這麼多年 死貓 你打電話給他 因為很多粉絲 你趁他還沒上大陸的時候 麻煩你 真的如果你 請得動 這個關淑儀 上去TVB 的話 我想 就算不是看你TVB 但是你在TVB平台YouTube 播放他 唱的那些片段 在YouTube 很多人看這個關淑儀 大哥 是不是 那個時候《難得有情人》 《今夜星》 《顯犬星光》 有多少金曲 真的 但是我亦都說了 除了你說 但是除了 我覺得除了 關淑儀我 想看回以前的歌手之外 基本上 很多歌手 現在有些死得死 有些是 Sam那些 就請不動了 是不是 但是其他大牌那些 連Lam Trizacorpio 那些 Sandy 林一年 全部都上大陸 賺食 除非你又好像 一會兒我講過 陳松玲 你拿個 影片那裡 他在大陸 現在個個都住大陸 在大陸 他在家裡 你和他視像地叫他唱 但不是上你TVB 老實說 你看他肯不肯 是不是 如果他開了 那個頭的 他在家 和你TVB 唱一首歌 他不知是收你多少錢 因為人家上大陸的節目 關心中 逛逛幾百萬 是不是 他這麼多 賣 那些版權 廣告商 因為他收得回 是不是 他給你上一上來的話 可能 就算是幾百萬 八幾二百萬 喂 但是你TVB 用不用得起這些錢 所以你真是靠 以前的交情 我不知道他 以前的交情表面上 你好像跟別人很朋友 但是現在 你TVB 怎樣說 連Eason 陳奕迅都 免得失 他都已經拒絕了 原本想上來的 有一次 但是都不想 搞現在正反德 蕭敬軒 可以兩台走 另外那些歌手 你說如果有得上 他第一時間的first choice 一定是先上ViuTV 是的 所以呢 你說 誰 很紅的 已經上了大陸 賺食 但是沒有那麼紅的 就寧願上ViuTV 那我想問 還有什麼歌手 想上你TVB那邊唱呢 他說 什麼 他說以前的TVB 這個報道是這麼說 他說以前的TVB勁歌金曲攀獎典禮 經常是指 小圈指選舉的 事關來來去去 聲夢和英王的歌手 但是今年和三大唱片公司 已經破冰之後 基本上整個樂壇的歌手 都可以踏入TVB的舞台 這樣 好像是四月 破冰的 但是現在幾月 十月 差不多半年了 那你還有什麼歌手 接觸過你們 上來唱歌呢 不多覺 那些什麼 阿林 葉仙文 那些死在編 當然有時間 上大陸做中藝 是不是 對不對 觀眾的數量和收入 都是以多少十倍的收穫 去比拼 所以不能比 你不知道 還有什麼元素 可以吸引 那些歌手 觀眾很想看歌手上來TVB的 那好啦 基本上整體的樂壇 歌手亦都可以 他說可以踏入TVB的舞台 是啊 人人都可以去 扮儀館也有開門 對不對 不是每個人都想去扮儀館 老實說 你去任何人都可以進來光顧 然後 他說就算另一個電視台 曾先生也不介意 預約一起玩 你說得好聽 別人想上來才算 他就說 我經常都是那句 那些人開會問 誰給不給上 這些是底柄 告訴你 不懂得 如果還問這些 你就死硬了 明知道老闆現在想開門 他說 誰給不給上 已經是以前的年代 現在是人家 想不想上來 他有自知之明 他說 不是人家給不給上 沒有這句話很久了 只要人家肯上 貴地棄豬 你問 別人都找個藉口打發你走 這個世界 世態嚴良 老實說 他說我們一定是給他上 做大個餅 大家吃多一點 不要說是 吃了我的餅 以前的餅是夠大 一定是 吃很多 如果做到餅那麼大 分那麼多給你 沒有什麼所謂 所以千萬不要 做這個觀念 歡迎大家一起 把電視圈做好 把香港的娛樂圈做好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樣說 是的 那麼 好啦 其實我想說 他之前 四大破兵 說他淵源的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說了 總之 他回來 以前 TVB 跟三大唱片公司 四大唱片公司 搞到 因為合約 分贓的問題 搞到 有 考慮到 放寬的條款 那唱片公司 一直保持 以前 那些四大公司 那些人 我不上了 因為分贓不暈 但是 現在 就不同了 你現在 不是只有你一個電台 除了ViuTV 還可以上內地 還可以 自己開麥克風 很多歌手 現在 很多歌手 自己開YouTube台 誰靠你 你不請他 因為顏色的關係 但是你不請他 別人也有 另外一些方法 可以去曝光 所以 你現在 有誰要求你 反而是你自己要 貴地起豬樓去求人 另外一件事 我現在就說 他如何缺乏市場的觸覺 其實 現在 不是說 太輕話 我很期待 哪個歌手上你的電視台 不是這件事 而是說 如果電視還是吸引人 麻煩你 參考一下 亞洲電視 薛映儀的 整個 Case Study 為什麼呢 機構 我以前在 這麼大間公司 國泰 很多時候 我們拿回Case Study 上公司 訓練 訓練 老種 或者每一個不同的 Catering 都會 每年都回去幾次 或者一兩次 就要去做一些Case Study 去研究 以及去推進 究竟你 有什麼 與時並進 而我所說 就是 他無線 有這麼大的機構 他都需要做這件事 譬如 一些成功的個案 最近的成功個案 就是這個 洩映儀 為什麼呢 因為他 低預算 你現在無線 跟以前的亞視差不多 是不是 不怕得罪 講句 你現在 跟以前的亞視有什麼分別 我想問 然後 亞視 上次 最近 這方面的成功 就是 因為 他們Live Live 進行面試 突然之間 台上 走了一個 穿著三點色 有一個 小型 土腩 還有 唇唇 捆了黑邊的 舍映儀 哈哈哈 突然之間 眼睛都凸了 原本沒有什麼人看 誰看亞洲電視 亞洲小姐 突然之間 走了一個 這樣的舍映儀 他是TVB一個很好的 Case Study 你去 請一些 已經 要不就過了戲 的歌手 或者是 現在 沒有那麼紅 他們就算 如果想 鹹魚翻山 都寧願 走去 ViuTV 跟年輕人 唱歌 ViuTV 現在同時 可以找一些 以前 內不內 好像 梁榮琪 或者 那個 跟梅嫂很 好朋友的 那個女生叫什麼名字 趙鶴兒 那些 雖然現在沒有那麼紅 但他也寧願 在ViuTV 跟年輕人的歌手 踩著歌 都挺好聽 挺好看 因為其實 觀眾 很多 就算年輕人 沒有見過 沒有聽過的歌手 或者00後 沒有聽過什麼 灰姑娘 那些 但是他就算 現在聽到 都不會覺得 out 但是問題是 這些歌手 或者最紅的 已經上了大陸 但是問題 你看回 薛映兒的 Case 現在的人 很喜歡看 一些很現實 真實的東西 真誠情 你一個 薛映兒 你 這個樣子 都有 那來的自信 但是 那些人就是 喜歡他那麼真實 所以 如果你等 請那些人 自己自願 獻身 上你TVB的話 倒不如你自己 搞一個 即是 即日的 即時 直播 interview 那些人上去 好像以前 陳浩一丁 你看一下有什麼 騎來的人 為什麼 當時你不做 這個live 上幾次 好像requit過 那些人做幕前幕後的 都有成千多人排隊 但是 你如果將這個過程 全部是以live 即是好像亞視上次 阿薛映兒有很多騎來的東西 其實現在的觀眾 是喜歡剝花生的文化 他未必真的喜歡 看你 喂 我現在 天天做的那些都是剝花生的東西 都有一些serious的 因為你這麼大的電視台有很多不同的劇種 中藝 那你其中一個 你每個星期六 或者每個月 一次 你就是 開一個 live的 interview 去看看 怎樣選人 現在的市面 很多人失業 一定 就算那些年輕人 有很多人說 不喜歡看你 但是如果他沒有 他沒有工作 你看看 我記得他有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三月四月 他是不是請幕前幕後的人 進去 訓練班 幕前幕後 所謂的 有些可能 樣子像洗碗的 都照去interview 但是你不要說 他洗碗 可能你好像Susan Boyle 英國 British God Talent 有一個英國的村姑 奇貌不揚 但原來唱歌很好聽的 如果你可以直播 那些人 千多人在你的TVB那裡排隊 直播人來interview 你會搜索到 撓到很多很有potential 之後你看 攝影也不用說了 然後突然之間 那麼多廣告商 這些就叫做市場觸覺 你不用等那些歌手 現在那些歌手自己開youtube 你怎樣請他上來 免得 一會上來你那裡 一會又說 埋你那邊 然後被人去 Label了 然後有些人去杯葛 罵他 免得自己開youtube 自己跟網友有直接的距離 好過了 所以你現在找不到 等不到一些歌手 去上你的TVB 你不用搞了 你要搞的話 你只能搞 這個 business model 就是這個 亞洲小姐 那個business model 直接開一個 直播 叫人上來interview 你看看你有什麼 才藝表演 然後 全程 整天 幾個小時 你就分段播 你整天的話 你就分段播 一個星期 當他是一個綜藝節目 每晚播一個小時 看看那些人 走到你一個TVB 看看他什麼才藝表演 你唱歌 耍個功夫來看 那些人覺得好笑 都會好奇八怪 剝花心的 你真的貼貼實實 加上 你給人有一個 job opportunity 是不是 你不排除 真的有一個 突然之間 奇貌不揚 原來他有一些絕技 武功 那樣 還有 說真的 你說 這些 你可以修剪 到晚上 播十點鐘 的時間 就試一下 或者星期六 下午的時間 沒人看的 就試一下水溫 有一小小的東西 突然出了另外一個攝影儀 然後突然之間 那些人很奇怪 他就周圍去share 分享 分享之後 那些人又會好奇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 奇怪 現在的人是流行這樣 所以市場觸覺還說 等那些歌手上去 我看也挺難 所以這單不用說了 先說這麼多 好了我現在講 這個 蟲蟲姐姐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我純粹 是八卦 純粹剝花生 因為現在流行剝花生 所以真志偉無線的團隊 你不要再等歌手了 要不就找關淑儀 關淑儀 我最想聽關淑儀 再不就像蝕影儀 開全日的直播 就是等那些人上去 你誰唱 跟著叮三下 走人 全場直播 我現在這個就是 以這個亞洲小姐的 business model 去做 好過你自己等那些歌手 半熊不黑的歌手 即是有些 已經很久沒有出來唱 趙學儀 她不是半熊不黑 很多人很想聽她唱歌 而且她唱歌很好聽 她一下那時候 在ViuTV一出來 跟著Youtube 狂loop 大哥 是不是 你若是 說真的 如果你全日開直播 叫人上去Live 就像映儀 隨便 誰進來就唱 你告訴你1000個 可能裏面有兩個 都已經能夠天王巨星 你又發展了 第二個 李詩哲 是不是 有很多人很talented 那你就開放這些 job opportunity 不用再記掛以前那些歌手 你不用等人上來 你自己發掛新人 好嗎 新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好嗎 OK 好了 我都不想她的台撿 因為很多老人家都看 TVB的 我不是那麼黑心的人 不過你請贊氣 與時並進 好嗎 曾志偉 OK 就這樣 好嗎 Thank you Thank you 好了 花生買斷屍 笑死了 真的 好了 我現在要下街吃飯 大哥 是不是 真的餓得抽筋 還這麼好充氣 保重身體 OK Thank you 有頭有尾 做了個 Landing announcement 今晚 10點半 再看看有什麼新料 跟大家報導 好嗎 多謝大家的參與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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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11點 每天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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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 左右 會開直播 一場 晚上10點半 也會開另外一場 直播 中間有些短片 剪出來 如果 你沒有空 看的話 你可以看短片 支持一下我 謝謝 Thank you OK Thank you 各位乘客 歡迎來臨 越南 為安全起見 請留在座位 並保持安全帶扣上 直到扣上安全帶 登號 昔滅為止 當打行禮貴時 請小心 以免裡面物件跌下 請離開機艙時 帶齊梭的隨身行李 避免遺留在機上 我們很高興為各學服務 希望今晚 10點半 就可以跟大家在YouTube 和Smart Travel 再次一起剝化身 多謝各位乘客 Have a nice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Vietnam It is a safety requirement there to 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fastened until the seatbelt signs been turned off Please be careful when opening the over-air compartment as items inside may thaw out kindly take all your belongings with you when leaving the aircraft It has been a pleasure looking after you and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Thank you for flying Smart Travels on Airlines a member of YouTube channel Have a nice day and enjoy your lunch OK Thank you everyone 記得留了公仔 謝謝 今晚见